接下來是來自娛樂圈的好消息 大樓男星胡哥是非常多女人的夢中情人 不過他在昨天的時候 吳玉錦宣布已經結婚了 連女兒都已經生了 但他透露老婆並不是公眾人物 我要當爸爸了 大樓男星胡哥曾出演 《仙劍奇俠傳》《狼牙榜》 擁有大批粉絲的他 感情生活是相當低調神秘 31日胡哥吳玉錦在微博宣布當爸 坦承已婚 投下一顆震撼蛋震驚了不少粉絲 他透露女兒已經平安出生 由於妻子不是圈內人 為了讓妻女不受外界干擾 才會一直隱瞞喜訊 更感性地表示 入行整整20年 感謝大家陪伴我一起成長 此刻我將與你們共同 邁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事實上 胡哥先前就在採訪當中透露 自己的下一個人生目標 是想成為一名父親 如今胡哥宣布當爸消息 讓不少粉絲是相當驚喜 也紛紛獻上祝福 接著我們把目光焦點 轉移到南韓的娛樂圈 南韓男星宋仲基 他是在1月底的時候 就宣布再婚了嘛 那還外傳說 他跟他的妻子 就是KT Louis Saunders 已經交往一年了 可是呢 他這樣講出來之後呢 就遭到前娛樂記者 李正浩打臉了 他爆料說 其實宋仲基跟KT 他們早就已經交往 將近三年的時間了耶 然後就讓網友質疑說 欸這個時間線啊 對比起來 好像有點重疊 是沒有重疊 但是可能就是 宋仲基在跟他的前妻 宋慧喬離婚 才四五個月的時間的時候 就已經愛上KT了 當年宋慧喬宣布離婚之後 韓網風向都指向他出軌 讓宋慧喬 傾向大受打擊 沒有想到 宋仲基在1月30號 宣布再婚 當時前娛樂記者 李正浩就爆料 宋仲基在2022年 12月26號認愛之後 私下參與電影陸基玩的餐序 他就大方秀出了女友的照片 還親口表示說 他們已經交往三年了 但是如果是以電影聚餐的時間點來算 宋仲基與凱蒂交往的時間 應該是在2019年年底 到2020年1月初之間 而宋仲基跟宋慧喬 是在2019年7月22號離婚 保守推算時間點應該是 兩個人離婚之後四五個月 就發展了新戀情 也讓韓網掀起一陣議論 有許多網友都留言表示 很心疼宋慧喬 不過也有理性的網友回應說 都離婚了才交往很合理啊 好想問一下凱琳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一些 還不錯看的電影呢 還不錯看嗎 我最近看的電影應該是 是阿凡達2 票房非常的不錯耶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這部電影的票房 其實也是非常的高喔 就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灌籃高手 最近也是很夯的 對看到很多網友 都在現實動態上面 PO出來嘛 那灌籃高手在台灣上映之後呢 其實就引爆了非常多的話題啊 更穩坐了春節票房的冠軍 那麼臉書粉專的 台北票房觀測站 他就統計出了台灣這個 影史上面日本電影票房的前10名 那麼雖然現在灌籃高手 他還在熱播當中嗎 所以其實數據還會變動 不過這個排行榜呢 依然呢是非常的 引發非常多網友的討論 他已經重到第二名了耶 滿厲害的耶 因為他現在還在持續上映中 最近重到第二名很不錯喔 那就讓人很好奇 那第一名究竟是誰呢 那麼第一名呢 就是鬼滅之刃 劇場版無限列車 大哥沒有輸 對真的 很多網友都說 第一名其實非常的難超越 而且很多呢 這個家長也會帶著小朋友去看 其實我自己本人 我之前也有去看啦 是 也是留下了這個女兒類這樣 滿感人的 看到大哥的時候就覺得好想哭喔 對 然後第二名呢 就是最近熱播中的灌籃高手 而第三名呢是你的名字 是 然後後面呢 也有一些柯南呢 或是企業怪談 霍爾的移動城堡等等 因為剛剛跟凱葉聊天 其實發現你會去電影院看柯南 對 可是我沒有想到 居然柯南上榜是萬聖節的 那個新娘 還有前親之犬耶 因為我覺得他最經典的 就是當年那種什麼 十字街的那種 貝克街的亡靈啊 然後 獅子街的路口嗎 我已經忘記名字了 就是我以前的 以前的電影比較經典 不過這些上榜 我覺得還滿不意外的啊 因為真的都是很經典的 日本動漫 那你想問問看網友 有沒有覺得 哪一些經典的電影動漫 你覺得很不錯 居然沒有上榜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做分享喔 對 歡迎大家來留言 跟我們討論一下 看看我們大家的這個 童年回憶是不是一樣的 好 接下來呢 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看到 網路發燒話題 我們剛剛最前面的新聞重點 有跟大家說嗎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輔大成洛宜 這個流水席之外的女主角 Kelly也最近又發生什麼事了 好 我們鏡頭拉近一點 我們來帶大家看到 這是昨天在爆料公社的 一個發文 他說 這是一個司機的發文 他就說 我在那個台北京站 我就載到一名女客人 然後這名女客人上車之後呢 就在講電話邊講邊罵 而且情緒滿激動的 那他在罵什麼呢 他就說 我已經說我不要分手費了啊 我只想要挽回這段感情啊 可是記者跟酸民都說我拜金耶 我老公的妹妹還抹黑我耶 然後還說這個禮拜啊 我已經就是每天壓力都很大啊 三個禮拜我就瘦了兩公斤 還說我爸媽說我太衝動了 為什麼要把事情鬧大呢 我真的快要得憂鬱症了 他還說我老公這兩天 對我訊息都已讀不回耶 所以呢 從這個女乘客 就是講電話的內容 這名司機就猜說 他會不會就是之前引發 這個流水席之亂的輔大成洛宜 對啊因為光是聽這個內容 覺得都蠻吻合的耶 好像就是他本人耶 然後重點來囉 那個司機他發問的時候 他最後就說 這名女生最後的下車地點 是在南港重陽路上的一間小旗 跟我們公司蠻接近的 對而且呢 大家就是關心說 那他真的長得像陳若瑩嗎 然後這個名司機他也透露說 雖然說他戴著口罩 但是應該蠻泡亮的 好那我們剛剛說啊 他的下車地點 雖然南港重陽路的一間小旗 但其實重陽路只有兩間小旗 一間就是距離我們公司 最近的重陽門市 另外一間呢 就是比較遠的慈愛門市 所以雖然說他沒有透露說 他到底是在哪一間門市 可是感覺好像距離我們蠻近的耶 對啊 真的耶 原來輔大成若瑩 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啊 對有一種覺得 以為遠在天邊 其實近在眼前的感覺 而且原本覺得說 這個流水席之外 這個網路話題應該已經結束了吧 沒有想到今天又開啟了新的戰場 那到底這之後還會怎麼樣發展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時候呢 有任何就是現在 網友正在討論的發燒話題的話 我們都會隨時的來跟大家 更新 一起來吃瓜一下 好的 今天呢 是這個年後的第一個禮拜上班 不知道大家還習不習慣喔 那麼在新竹科學元期上下班時間 其實就常常來 就常常會塞車啊 那麼塞車時間 更長達一個小時以上 那對此呢 護國神山台積電就宣布 將實施彈性上下班的制度 就是呢 你只要坐滿八個小時就可以上班 他就是不管你說 一定要幾點到公司幾點下班這樣子 就你可以早上九點到公司 然後六點下班 或者是你十點到公司七點下班這樣子 那麼為了解決交通問題喔 現在呢 就連新竹市政府也宣布跟進 所以在3月1日起呢 就會來實施彈性上下班的制度 時間調整為彈性前後一個小時 那麼禮拜五呢 或是補辦日的時候 更是調整為1.5個小時 新竹科學園區在上下班時間是常常塞車 塞車時間可能長達一個小時以上 對此台積電宣布將實施彈性上下班制度 只要工作滿八個小時 最快下午四點半就可以下班 為了有效解決交通問題 新竹市府也宣布跟進 3月1日起 府本部員工彈性上班時間 由現行的半小時調整為一個小時 並將星期五即補辦日的星期六 彈性上班時間擴大為1.5個小時 等於星期五即補辦日 最快四點半就可以下班 至於衛名服務的單位 及府外機關學校 在維持服務與教學品質之下 由該機關首長來做調整 再結束